開幕式正式開始 洪建軍院長 王理事長 張善偉老師 以及各位與會的貴賓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國軍左營總醫院的現場 我想自從醫院升格為國軍左營總醫院之後 大家一定要熟悉這樣子的一個抬頭 因為已經更新 因為他已經從11月1號 已經更上一層樓了 所以各位與會的貴賓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可能跟你去年2023年看到的地方有所不一樣 那也敬請期待2024年的一些更進一步的一個變化 那我想我們今年2024年開春第一炮 就由我們的藝術家張善偉老師 他帶來了這個族裔人生 張善偉創作巡迴各展 那我想透由他的一個展出的作品 我們總共展出了60件的作品 全部都是族系列的 就可以知道張善偉老師愛足成癡啊 那這是他的一個作品特色 那也非常歡迎各位貴賓 歷臨我們今天的一個活動現場 那活動一開始 讓我介紹一下今天來到現場的與會貴賓 那首先我們先介紹我們的國軍左營總醫院 我們的洪功成洪將軍院長 高雄市國際文化藝術協會理事長王景成理事長 藝術家張善偉老師 畫族大師陳金貴老師 國防大學復興綱藝術學系 家族代家長代表田金山老師 臺灣華夏單清文化協會 和民賢理事長 主營慈善會理事長張淑發理事長 高雄市書畫學會周惠玲理事長 三明區鼎太禮里長張吉雄 南投青西新文藝術協會 蔡秀宇宣傳理事長 藝術家楊昭貴老師 東方藝術協會陳建民理事長 前歷史博物館館長陳修鳳老師 国防大学校友荣誉总会长韩大勇博士 台湾民俗文物协会蔡文章顾问 农华土地开发公司张义和先生 我们欢迎以上贵宾的丽玲 如果有没有介绍到了 我们稍后再为您做补充介绍 那典礼一开始 我们一定要借用各位的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的在地的专家 来欢迎我们的洪工程洪将军院长 我们支持 我们美丽又永远的主持人 王秘书长 还有我们张老师 还有王理事长 各位理事长 还有各位大师 各位老师 我在座有几位我们老师 是之前都来成长的 各位贵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想这个族裔人生 我跟张老师一样 我们同样是念军校 同样是乡小孩 所以以前我们乡下小孩 老师是嘉义竹 竹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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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住在彰化一个叫什么 鸟什么鸟什么促那种的 乡下小孩 那我看到老师画竹 其实我从小我们家就是有竹子 那竹子就是 竹子给人晚上听来 有点凄凉的感觉 但是我知道竹子在我们国画界 梅兰竹举嘛 是很常用的一个题材 那竹子当然是高风亮节 但是竹子我其实有很多的体会 我看过常常的名利我的同仁 有一个竹子定律 竹子理论 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 我这边再重复一下 其实竹子它花了大概四年 它可能才长了三公分 但是第五年就不一样了 第五年 第五年它就是可能每天长 每天长差不多三十公分 六周它就可以长到十五公尺 那前面四年它在干什么 其实它是在扎根 它在扎根 那我们人生何当不是如此呢 很多人都是行百里半九十 为什么我一直没办法长高 那为什么我一直当画家 一直没办法出名 但是一旦你出名了 或是一旦你成就了 那就是飞煌腾打 那我常常这样免疫我的一生 那什么是价值呢 什么是价值呢 我就举个例子 就是竹子跟筷子 晒衣架好了啦 那晒衣架就说 为什么你那个身价那么高 那我呢 就在外面晾个衣服 每天日风风吹雨打 那你却被尊为归孽放在很高档 你的外面都很漂亮 然后笛子就跟他说 你知道吗 你只挨了两刀啊 我呢 是千疮百孔 我被砍了几百刀 我才变成笛子 那我们 你不要看别人的努力啊 看到张老师画得这么好 哇 那个非常羡慕他 看到 这个外科医师 红院长外科医师 怎么刀开得那么好 我们从小念书 老师从小学画 不要说从小 我从开始学画几十年 那种 那种 等于说是 苦读寒窗啊 无人知啊 那我常常鼓励我同仁就是说 你没有努力 不经一番弹策骨 淹得梅花铺鼻香 同样的道理 所以 我觉得对足足 我很深的感触 那我很感谢张老师 就是 因为医院 一般都是非常冰冷的地方 那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生的总院 其实我有稍微改了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 气场好很多 当然不是因为它变肿 而是说 我整个把它改了 那两边的电视墙 那我们做了一些修正 其实我们医院的量能很强 那我也谢谢老师 跟我们理事长 还有各位画家老师 让我们这个艺朗 增添非常重要的一个气息 那我们的病人 我们的家人 其实交病房 手术室 其实在医生 护理事长 这个小病啊 但是一旦是家属或病人 其实他们认为是 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个病这么严重 虽然是开个盲肠眼 你也觉得很严重 但是医生 这个普通的病啊 我太太每次跟我讲说 他哪里痛哪里痛 那我就说 这没有啊 这没什么啊 因为我开脑的 我开脊椎的 没有很严重 我都不追得很严重 所以但是呢 我是觉得 我们有这个场域 让我们的病人 我们的家属 能够身心舒畅 那也谢谢 再度谢谢张老师 还有王理事长 还有各位贵宾的丽林 那我们预祝 我们老师 这两个月的画展 顺利成功 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我最敬爱的我们洪将军院长 还有我们张老师 还有我很多 我们国境外艺术协会的顾问 还有一些艺术大师 还有我们礼监士团队 还有所有艺术界的前辈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4号 刚好开春的第一炮 就在这边 跟大家做一个这样重磅登场 那前几天我们来部展的时候 我发现 我们张尚伟老师的整个 足系列真的是不得了 原来幕后有一位 陈清贵老师做指导 所以我刚刚还在笑称说 今天是我们张老师的 那个个人的发表会 也是成果验收 如果不行再当掉 然后再 那我想说其实 这是玩笑话 那我这几年 大概跟我们 那个左营总医院 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合 我觉得医院是出很大的一个空间跟善意跟这样子的资源给我们这艺术家做这样的铺城非常的好 那也在这边也谢谢我们将军院长 然后也谢谢我们 张处长还有我们秉勋你们的帮忙 那也让我们艺术家有很多这样的平台 那在这边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如果各位艺术家 你要各展你要连展都可以找我 其实我们这边也会提供给大家一个每一次都不一样的一个展演的一个空间 那也再次谢谢各位今天蒂林我们张三伟老师的这样子开幕式 那也在这边也预祝我们这个开幕圆满成功 谢谢 我们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郎官 我们今天的主人家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艺术家张三伟老师 所有的先进前辈艺术同好 还有最敬爱的大家长 我们的红殿长红将军 在有这个场地提供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展出的机会 让艺文能够在冰冷的这个医院里面发光化热 我是来自于军中体系的一位军人 很古板的一个军人 能够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转型 来画画也是一个机缘 那首先在今天的日子 是20241月4号下午的14点 我们把它用成台语来讲 叫做爱你一世人 爱你两世人 一世一世又一世 希望这个爱我们两世人 可以让我们的人生一世又一世的增上身 跨山很安静 观海心很灵 那赏足人仰 希望各位都能够引灵如来 五代的时候 有一个音缘法师 他说 这个鸡笼里面的 笼子里面的鸡 有汤有东西可以吃 可是呢 生命即将垂尾 因为随时被砍杀 那我呢 是一个军职退休的人员 我在看他事情的是 弦淫也赫天地宽 足下清风日月明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人有混同的阶段性 每一个阶段性都不一样 那到了这个阶段性 我们为年轻为自己的事业打拼 中年为家庭打拼 到老年呢 有没有走出自己的人生 我想这很重要 那这一切 谁画竹子的音缘 来自于我很敬爱的导师 我们陈清卫老师 陈老师 今年 是我们 这个 很难得的一个女性 在画竹子里面的一个大师 那是我最敬爱的大师 我的竹子 是跟随老师画了好几年 才有这么一点点小成就 那也希望今天的一点点的展现 希望能够让大家的青睐 待会我也会挪一点点时间 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来做一个现场的飞豪 谢谢各位在座的所有先进前辈 以及好朋友们 谢谢 好我们冰致辞 我们是请我们的张老师 来邀请他的贵宾来上台致辞 因为签筑居我们的 陈清卫 陈大师 陈老师 请老师 上来的老师 院长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上尾的画展 有一句话说 如果一个人很认真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 全宇宙的能量都会来帮忙他 上尾就是这么 上尾就这么认真 所以成功的展出了 上尾还很谦虚的表示 对于他的创作上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我们知道四月份 上尾还有在那个旗山的武德殿 有第二次的巡回展出 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作品呈现给我们看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勉力记在心里 接下来我们特别邀请 我的母校 国王大学富士康学院的艺术大家长 我们的南霸天 也是我最敬爱的田大生 田大学长 掌声 艺术界各位老师 各位全辈 国艺的很多的老师 我都很熟 在这边将大家问好 上尾老师 请我当父亲 艺术系的大家长的时候 我心里是很排斥的 因为我答应的就表示我年龄很大 可是郭曼廷说 因为我是在左营眷村长大的 我爸爸 我爸爸是海军的 我小时候的海军医院 跟现在的总医院 是完全不一样 天地之别 当他说是大家长的时候 我想一想 好像也是 因为我前面的学长 好像所剩不多 因为我是67年入伍 64年入伍 67年毕业的 所以我们同学已经没有军人了 我是上校退伍的 我入伍的时候 我们的三军统帅叫蒋介石 你看有倍费有多高 所以说那个 我跟上尾老师算是 师出同校 意义出同门 所以他说 我代表我们父亲刚 在逻辑上来讲 以其为来讲 好像也勉强可以担任 艺术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所以我期盼我们 张生伟的算学历 的一技艺力 更能够精进 新的一年 祝大家的事业 像竹子一样 节节高升 生活像竹子一样 平平安安 祝男生健康 女生美版 谢谢 田大师的学生非常多 都在我们南台湾发光发热 有机会搜寻 田精生三个字 你会挤爆你的眼睛 所以他是我的偶像 不仅是在艺术领域 还有一个领域 我要爆料一下 他非常孝顺 所以他是我的楷模 我一路上跟着他 一路上跟着他 我都说我不及他的十分之一 有他能够帮我们引领 我很开心 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太多的贵宾 我待会再请司仪 再帮我们点压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介绍 太多 因为院长的时间 还有这个时间有限 待会我们留点时间 来画画 创作一下 小一点时间 大概15分钟时间 然后帮他做一下 导览 也谢谢各位 但是在这 我要再强调一下 我有两个亲戚在这里 第一个我介绍一下 我的亲戚哥 荣华土地开发 张义和 张先生 张大哥 欢迎三哥 三哥 三哥也是在立委跟市议员的服务处当特别助理 那本身也是开这个 广告 开这个 里门窗的公司 还有一个 我要介绍一下 特别的介绍一下 厂商 一来公司的董娘 美满姐 希望大家都很美满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Q10面膜 Q10欢迎面膜是他提供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没拿到的 到会签名 我们都有送 送一片Q10面膜 谢谢 好我们谢谢 我们谢谢 高雄市议会副议长 给我们挥挥手 洪老处艺术协会理事长张宪文理事长 欢迎 高雄市议会副议长曾俊杰服务处 徐宝元主任 欢迎 我们欢迎三贵宾的莉莉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感谢状 我们总医院有准备感谢状 我们是请我们的将军院长 好媒体朋友麻烦 点衣嘱请准备 大合照 各位请准备 好我们媒体朋友 新制作他的典藏证书 每一份作品都是来自于他的真机创作 好媒体 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 主义人生张上伟创作巡回各展 开幕式 好我们张上伟 站 好我们再一次 张上伟 站 点赞 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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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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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